以色列的新防空武器即将上场了 近期一段流传在网络的视频显示 在哈以冲突中 夜空中几道光闪过 几枚火箭弹被地面武器系统发射的光束拦截 这个视频在发出后立马就引发热议 多个媒体报道称 以色列在哈以冲突 试验性的使用了机关武器铁束 用于拦截来袭的火箭弹 那么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铁束的到来 会给以色列防空系统带来哪些变化 咱们接着往下看 首先这个机关武器拦截导弹的视频 已经被美国国防新闻证实 这其实是从军事游戏中衍生的 经过修改的片段 通过剪辑后的低分辨率镜头 描绘出一副以色列用机关武器 拦截火箭弹的画面 只不过视频虽然是假的 但以色列的铁束激光系统 却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以色列也确实在加快部署 这一武器的进程 毕竟以色列虽然拥有先进的 短程拦截系统铁穹 但却依旧无法扛住 火箭弹的饱和式攻击 在哈以冲突之初 加杀的5000枚火箭弹 也一度让铁穹崩溃 当然像这种漫天的火箭弹 恐怕任何防空导弹都难以应付 更何况 一枚铁穹拦截导弹的造价 高达4-6万美元 它所拦截的卡桑火箭弹 造价仅800美元左右 所以若总是用铁穹导弹 去拦截火箭弹 经济上也赔不起 因此寻求更精济的拦截方式 是以色列当前所急需的 机关武器就是这样一个选择 但关于机关武器的发展并不顺利 虽然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 就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 红宝石 但关于高能激光 军事应用的进展却并不大 在军事领域中 低能激光武器应用最为广泛 比如激光测距 激光通信 激光制导武器等 都是采用低能激光 相对于低能激光器 高能以强激光的激光器为核心 利用激光作为能量 毁伤目标 或使之敌方目标失效 这个技术难度要更高一点 在以色列之前 美国研发的 1000瓦版本激光武器 和15000瓦版本的激光武器 一直都因为毁伤效果不稳定 而无法成为战争中的有力武器 因为从激光器功率方面来看 攻击性激光武器所需要的输出功率 最低必须在10000瓦 最高则必须达到兆瓦 根据测试数据 如果拦截中小型无人机 激光通常所需功率为10-100千瓦 而对付海上小型舰艇目标 通常所需功率则需要数百千瓦 拦截巡航导弹超音速导弹等远程目标时 功率需要几百千瓦甚至数兆瓦 除此之外 激光武器的距离也是一个问题 想要对付远程目标 激光武器至少需要生产 1000-2000千瓦级别的杀伤效率 而这种级别的激光武器不仅需要大型的发电机等 初级能源装置作为辅助设备 还要考虑具有空间大小 以及其结构适配等问题 这种会使激光武器变得十分臃肿 现如今 以色列的铁树激光系统 能量发射功率已经可达100千瓦 这一级别的激光武器 被认为已经可以有条件实战 在火箭弹满天的当下 该系统很有可能会被以色列规模性部署 根据拉斐尔公司的说法 该系统可以在雷达监测和定位系统的帮助下 铁树可以向来袭的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等发射能量光束 在一瞬间将其摧毁 这一点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试验 早在2014年2月 铁树激光武器系统开始正式亮相 2021年以色列使用铁树系统击落了一架无人机 2022年4月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内盖夫沙漠进行的实验中 使用铁树系统拦截了来袭的火箭弹 迫击炮弹和无人机等 整个系统包括雷达指挥室和激光发射器 系统的核心是两个可移动光束发射装置 可安装在标准集装箱内 配备供电系统和辅助设备 激光作战功率可根据实际任务进行调整 按需确定能量 拉斐尔公司的测试数据显示 该防空系统的拦截成功率达90% 在拉斐尔公司的预想中 铁树系统通常与常规动能防空系统协同工作 由指挥控制系统选择合适的武器来拦截来袭目标 只不过按照原本的计划 铁树系统将于2025年开始部署 未来还将推出机载和舰载版本的铁树系统 但在哈尔冲突的当下 铁树的部署还是越来越好 毕竟铁穹系统虽说具备多目标交战能力 该系统的ELM2084雷达 能同时发现和锁定约200个目标 具有较强的多目标处理能力 而且能够识别没有威胁的火箭弹 塔米尔拦截导弹 采用指令性修正 末端主动雷达巡的复合制导方式 但是每个发射器 只能够容纳20枚火箭弹 火力通道还是有限制 因此这次面对密集袭击 也会出现难以招架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以色列加速部署铁树激光武器系统 是应对密集攻击的重要途径之一 毕竟激光武器的优势是成本低 和多目标交战能力强 单次拦截成本仅为几美元 拦截时还不会产生碎片 附带毁伤小 非常适合用于拦截小型无人机 火炮弹药等目标 2002年6月 以色列总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相比铁穷防御系统 10至15万美元的成本 铁树系统每次拦截成本 仅为3.5美元左右 毕竟和传统火炮等动能武器 发射有质量的炮弹不同 高能激光武器发射的弹 是没有质量 或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 由于激光接近以30万公里每秒速度传播 并接近直线传输 超快的速度使激光束 从发射到命中目标 需要的时间非常短 因此高能激光武器在攻击目标时 一般不需要计算拦截目标的提前量 可以做到指哪打哪 射击精度高 非常适合拦截高速或高机动目标 当然相比于铁穷 铁树并没有那么远的距离 其射程只有几百米到七公里之间 该系统的加入 至少也可以消除那些对铁穷过境的威胁 只是激光武器也有着它们的弱点 那就是天气限制 在阴雨 雾霾和沙尘天气中 激光会受到空气中水滴 雾霾和沙尘颗粒等较大干扰 使得其能量在发射到目标上的过程中 大大消耗 其摧毁力也将大大折扣 因此激光防御武器系统 最好与导弹防御系统结合使用 才能更好地完成空中防御 而它的加入也会进一步增强 乙军的防空体系 并为士兵们提供显著的战术优势 而除了铁穷和铁树之外 以色列还有大卫 投石锁和舰式反导系统组成 下面咱们来了解一下 以色列的四层防空体系 以色列可以说是世界上 导弹防御技术发展较快 较早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国家之一 这方面的快速发展 与以色列特殊的历史地缘环境密不可分 长期面对来袭火箭弹 战机 中进程弹道导弹 巡航导弹等威胁 让以色列在建设防空反导弹系统方面 起步较早 需要什么就研发什么 以色列通过拼图式的研制 最终拥有了 比较完善的多层防空反导系统 纵观以色列多层防空反导系统的发展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在1973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 地地导弹首次在中东地区 被用于实战 此后随着中东各国导弹库存的增多 感受到压力的以色列 参与了美国主导的星球大战计划 从1988年起 以美两方开始合作研制 箭一导弹防御系统 以色列的防空反导弹系统由此起步 到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伊拉克发射的非矛腿进程弹道导弹 使以色列进一步感受到了 研制防空反导弹系统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于是以色列再次加快 研发箭式导弹的速度 到了2000年 箭式导弹防御系统正式投入战备之班 以色列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部署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国家 在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中 箭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实战能力得到检验 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短板 这是以色列开始加速研发射程更高更远 功能更完备的导弹防御系统 现如今 箭二导弹防御系统由自动发射装置 拦截弹 向控阵雷达 战斗指挥和通信系统等组成 所用拦截弹最大飞行速度9马赫 最大拦截距离100公里 拦截高度8至50公里 能对进入大气层的来袭导弹进行高空末端拦截 后来外形尺寸更小的拦截弹问世 该动能拦截弹拦截高度更高 拦截距离更远 可在大气层外实现高空中途拦截 它不仅能用箭三导弹防御系统发射 而且可从战机或军舰上发射 不过对于以色列而言光有远程防空还不够 他们还需要中程和进程防御系统来互相补充 于是2010年9月 以色列政府与美国国防部签署了 大卫投尸所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协议 明确提出研制一款用来抵御 大量扩散且廉价的进程导弹和火箭弹系统 大卫投尸所导弹防御系统 主要由发射系统指挥系统 以及多任务雷达等部分组成 到2017年1月完成最后一次试验 2017年4月正式投入使用 该系统采用埃尔塔系统公司 为铁穹系统研发的多任务雷达 主要用于拦截中程弹道导弹 大口径火箭弹 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 进一步加强以色列对抗火箭弹和导弹攻击的 多层防御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大卫投尸所使用的振晕者动能拦截弹 与铁穹配备的塔米尔拦截弹 杀爆战斗部不同 大卫投尸所配备的振晕者高机动性动能拦截弹 是完全依靠动能拦截并摧毁威胁目标 振晕者动能拦截弹采用二级火箭 弹长约5米 发射质量约100公斤 最大射程超过250公里 同时还拥有三项数据链 反电子反红外干扰 以及中途更改 重新装定目标的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 性能先进的大卫投尸所 动能拦截弹价格 只有爱国者系统的十分之一 绝对堪称物美价廉 而且由于采用了双色成像红外光电和 毫米波雷达复合制导 该型拦截弹还具备了 全天候拦截机动飞行小目标的能力 算上后来服役的铁穹系统 自此以色列基本建成了具有远 中 近 防空反导能力的防御系统 同时以色列也在研制使用过程中 不断完善该防御系统的一体化 防空反导能力 无缝衔接 可以说是以色列各大防空系统的特点 当前 以色列多层防御系统中 各系统的分工明确 舰二舰三导弹防御系统负责远程防空 大卫投尸所导弹防御系统负责中程防空 铁穹防空系统负责近程防空 现在又有了更近距离的铁树防御系统 因此在理论上 该体系具备防范敌导弹战机火箭弹等多种打击的能力 显然以色列为了追求更好拦截效果 正在不断的给自家的防空打补丁 除了让铁树配合铁穹之外 以色列还试着将爱国者系列与大卫投尸所配合使用 以便于在后者拦截不利的情况下 用爱国者作为补充拦截 当前 美国和以色列也通过Link-16数据链 对大卫投尸所导弹防御系统 与爱国者导弹系统进行了高低联网 未来包括铁树在内的各种地面防空反导机关武器系统 也将被纳入体系之中 以便实施联网作战 这样地面高能机关武器 就将为其他防空反导系统提供更有效的末端防护手段 编织出更密集可靠的防空盾牌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们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我是大兵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